详遇国内外的台北爱乐团 受到四华工商妇女协会等单位之邀 来到花莲进行三场次的公演 尤其今天下午还特别专为润水消防队 以及消防三大志工来现场演奏 透过镜头就一起来听听这一场难得的音乐饗宴 轻柔的钢琴声 台北爱乐交响乐团 在三八国际妇女节的今天 以这一首女人华开场 献给在场的女性消防员及志工们 而接着乐团小提琴手 演奏大家二首能详的乐曲 让古典音乐不再曲高何寡 我们是第一次在瑞穗分队这边演出 那希望因为我们本来就是台湾的音乐家 然后我们又在台湾本地长大 所以我们希望从台湾本土的音乐出发 然后用大家最熟悉的旋律还有音乐 来用古典乐器传达 那让大家可以更接受古典乐器跟古典音乐 相遇国内外的台北爱乐交响乐团 受世华工商妇女器管协会 新竹乐立福伦社等单位之邀来到花莲 尤其特别在瑞穗乡的消防队及瑞穗国小 展开两场次的工艺表演 用音乐旋律拉近城乡之间的距离 来到花莲公演的台北爱乐团 头一次在消防机关单位演奏 团员们也都相当新奇 安排的古典乐曲让艺术没有距离 而促成这场音乐盛会的 是华工商妇女企业协会副执行长黄婉婷 出身副理的她除了以音乐来回馈故乡 更用音乐来感谢消防人员 辛劳守护故乡的安全 一定要来给他们最好的声音 然后最棒的服务 谢谢他们为我的家乡守护着我们 这让我非常的感动 从钢琴独奏到小提琴演奏古典音乐 台北爱乐交响乐团 时而悠扬 时而庞颇的旋律音符 让晴于救灾救护的消防员 及消防三大志工队成员 各个难得轻松 好好欣赏体会这美丽的古典乐 身心灵沉浸在优美的乐章 获得舒压疗愈 记者时遇蓝瑞瑟采访报道 期待会不会发现